高雄市孙靖男子被控于2014年7月间,涉嫌持有三把制式手枪,改造手枪一支极子弹118发,去年5月被警方查获法办起诉,孙便称是已故有人生前交给他保管,桥头地愿依孙违反未经许可持有手枪罪,判处徒刑8年,罚金36万元,罚金得一服劳役,全案仍可上诉。 判决说,孙三十四岁,于2014年7月间,向庄姓男子一末,取得拒杀伤力致事半自动手枪二把,制式战轮手枪一把,改造手枪制式子弹及改造子弹118发,经高雄市刑警大队去年5月18日前往孙住处搜索,在一个咖啡色被带及黑色帆布袋内,扣的手枪及子弹。 法官省卓,孙无知政府严格管制枪支子弹政策,未经许可持有枪弹,对社会治安有显著潜在危险性,并对他人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。 法官省卓,考量他持有制式手枪数量为3,支,非制式手枪数量为1,支,子弹数量为118,科,数量众多,依法两处其刑。 高雄市孙进男子被控于2014年7月间,涉嫌持有三把制式手枪,改造手枪一支极子弹118发,桥头地院依孙违反未经许可持有手枪罪,判处徒刑8年,罚金36万元,除为桥头地院外官,图本报资料照片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